据ESPN报道 霍福德已经和凯特人达成一份两年两千万的提前续约合同 对于37岁的老将来说 这显然是一个好水利消息 霍福德本赛季的合同为两千六百五十万美元 他的新合同将在下赛季开始生效 这也引起了球迷的热议 有球迷就表示你去年看他季后赛的表现了吗 一千万美元的合同对他来说并不算多 他是最好的团队篮球首发中锋 本赛季霍福德场均可以得到十点九分六点三篮板 投篮命中率百分之五十五点五 三分命中率百分之四十八点八 你在哪里可以用每年一千万美元的合同 签下一个比霍福德更有价值的球员 这是一份很便宜的合同 这比签约对双方来说是双赢 他将在一个他能发展的环境中结束他的职业生涯 用一千万美元续约一个首发大个子 以他的防守和投篮命中率来说 凯特人也是值得的 不过也有球表示 霍福德提前续约 会不会出现类似土耳的情况 由于续约过早 土耳已失去了向上赛季的动力 第一 球权在他手里 库里跟他登场 都是他控球 库里站低脚 追梦格林专门给他挡柴出空位 他也投不进 好多个空气球 要不就被盖 出手慢 他本来三分命中率就不高 生涯才35% 最好也才36% 这都是专门给他设计的战术 第二 普尔的突破也废了 传球也是甩锅类型 防守更是灾难 他是真的一眼就看不到未来那种 然而有球迷表示 大概率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勇士续约普尔士拉科布公款追星 他喜欢谁 谁就有大合同 怀斯曼和普尔都是他最喜欢的 勇士也只能认了 第三个消息关于詹姆斯 他在采访中表示 事情发生的欧文身上 媒体就蜂蜂而上 白人种族歧视却知词不提 这显然是在力挺欧文 有人说这是詹姆斯在偏袒欧文 个人认为 是有些人理解不了老詹说的意思 每个人都会犯错 他没说欧文没错 只是都是错的为啥只带着欧文说 不过 还有球迷认为我白人种族歧视更倒霉 快传前老板 太阳老板和白伦纳德 直接被赶出NBA 而欧文只是禁赛 其实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詹姆斯小时候穷 前一世他也是把这一切 归咎于白人的压榨 所以 遇到这种事儿他总能找到角度 而且这一套在现在的美国道德体系下 是绝对的正确